在短短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极其从极地到赤道的爆散景观。纵观中国,也只有莫托能做到这一点,它在高原之上如奇迹般存在。 莫托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佛教传说称莫托应有尽有,还有一把通往极乐世界的金钥匙。 现代科学研究也称莫托是地质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生物基因库。 可是,直到21世纪初,这里就是没有一条超过两米宽的古道,更没有一条现代公路。 为了修建一条通往莫托的公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几代人不懈努力不仅投资巨大,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 据统计,这条公路全线只有117公里,却修了50年,每公里的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而且每公里平均牺牲了一个人。 莫托为什么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在莫托修建公路为什么如此艰难,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虽然莫托县全线的人口只有一万四千人,甚至不如东南地区的小镇人数多。 但为了摘掉它唯一不同公路的县的帽子,造福当地民众,政府还是决定修建一条可以连接其他县城的公路。 1961年,负责莫托公路的施工团队第一次前往莫托县考察,由于当地的地形复杂,条件艰苦,道路施工团队足足准备了四年,在1965年才开展了第一次公路修建。 按照道理来讲,经过了四年的准备,在修建莫托公路时,就算没有那么顺风顺水,缓慢推进也该不成问题。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施工团队重伤近百人,如果继续修下去的话,不仅会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员的伤亡也会极其惨重,莫托公路的第一次修建只得结束。 在那之后,中国的施工团队,努力钻研技术,终于在1975年再次动工。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这次施工持续了六年时间,不过莫托公路的进度依旧缓慢,人员伤亡还是存在。 考虑到施工团队的人身安全,莫托公路的修建再次暂缓。 在这一次的修建中,施工团队意识到了当前的技术还不成熟,盲目地再次开展道路修建,除了增加多余的伤亡,没有任何作用。 于是,施工组潜心钻研道路修建技术,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搁置了33年的莫托公路再次立下。 这一次,中国的施工团队立下决心,一定要为莫托线修建出一条连接莫托与其他城市的道路。 于是,这场关于莫托公路的攻坚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从2009年4月动工,花费了4年时间,国家全额投资9.5亿元。 终于,莫托的人民想要离开莫托市,有了一条宽敞的道路可以通行。 不过由于技术的限制和环境的影响,莫托的这条公路并不是全年开放,每年仅仅有8个月份允许通行,可是另外的4个月份呢, 万一那个时候莫托的人民需要出现呢? 出于这种考量,在2020年的时候,国家大方地拨出了20亿元款项,用来对莫托公路进行维护改造,成果也相当斐然。 在那之后,莫托公路每年的开放时间增加了3个月,可以达到11个月之久。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不是一年4季都开放,仅仅只能开放11个月呢? 莫托公路究竟又为什么这么难修? 其中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莫托公路作为一条连接莫托线和其他地方的公路需要穿过无数大山。 在修建过程中,施工团队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地形。 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山脉高度都相近的话,那莫托线的山脉处于两个极端。 在这里,最矮的山脉高度只有200米左右,而最高的山脉高度甚至能直接飙上7000米。 这对于施工团队规划道路修建路线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而且,由于莫托线相当的封闭,想要通过施肥来保证土壤的肥沃, 农作物有充足的营养显然不现实,因为运输肥料的车无法进入莫托线内。 因此,当地人民在耕种以前都会放火将山上的植被烧掉, 以草木灰来保证下一季的作物有充足的营养。 这对于封闭的莫托线人民来说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对道路施工组而言,这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题。 通常情况下,植物都有着固定水土的作用, 而莫托线人民的刀根火重致使植被减少, 非常容易出现水土流失,影响道路通行。 除此之外,莫托线的地理位置也相当危险。 它仅靠喜马拉雅山,地壳的运动非常频繁, 地震的发生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 可是这对于公路修建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在公路处发生了地震, 那么公路上就会出现巨大的裂纹和塌方影响通行。 考虑到出现地震的可能性, 为了增加莫托公路的使用寿命, 施工团队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将莫托公路的耐用程度进一步提升。 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前妻虎曾经前往过莫托线, 当时他就曾经感慨过, 莫托这里是天然的地质灾害博物馆。 只要是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地质灾害, 无论是地震、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 这里都有可能发生。 会出现这种地质灾害种类繁多的现象, 主要是由于墨托从上到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作用带。 最高处的天气严寒是高山冰雪作用带, 稍微矮一点又形成了亚高山的寒冰风化, 中部是山坡洪流和重力作用带, 最下层又是山路谷底流水。 这些作用带, 但拎出来一个都足以让施工进度延缓, 更何况墨托相当的包容, 把所有作用带都涵盖齐全了, 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等。 这些灾害随便发生一个, 道路就有可能被完全掩埋, 施工团队不得不多加考量。 而这些都还仅仅是墨托公路 可能遇见的危险的冰山一角。 由于位于西部较高的地区, 墨托县的冬天相当寒冷。 暴风雪相当的频繁, 一个不注意, 暴风雪就可以将道路掩埋, 这个时候即便有着公路, 行人通行也会相当困难。 正是由于天气的原因, 墨托公路才会出现现实开放的情况, 每年开放11个月, 已经是施工团队付出了 无数辛勤努力的结果了。 冬天的厚厚的雪层会阻碍通行, 到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 雪山溶水也会增加通行的危险性。 除了雪山溶水以外, 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墨托县, 原本作为优势的地下水, 也会对道路产生威胁。 随着地质的影响, 地下水极有可能从地下出来, 在公路两旁形成小水泉, 这个也会影响道路车辆的安全。 有的人光看墨托公路的全长177千米, 又看了看中国修建了50年, 都没有探究内情, 就直接断言中国的道路修建技术不行。 可是, 但凡真的了解一点墨托县实际情况的人, 对于中国能够50年就完成这条道路, 无疑不感到惊叹。 不过, 仍旧有人对中国花费大价钱修建墨托公路不理解, 真的有必要花费几十亿修建这条公路吗? 墨托县能够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经济效益吗? 对于墨托县能不能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经济收益, 答案其实是相当明显的。 在这条公路修建之前, 墨托县的人民还是以耕地种植为主。 在2021年公路修建完成之后, 全年的GDP甚至也只有8.52个亿, 连我国沿海地区的零头都比不上。 可是, 中国政府做事情真的是只为了收益吗? 对于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造福了千千万万人民的中国铁路, 目前还仍旧处于亏损状态。 可是, 中国会因为它亏损就不修铁路吗? 不会, 中国政府只会想着修建更多的铁路, 造福更多的中国人民而墨托县的人民。 同样也是咱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虽然这条公路许多人享受不到, 但是对于墨托县的每一个人而言, 这条公路的意义绝对都是非同小可的。 在修建这条公路之前, 如果墨托县谁家需要买一个电器的话, 只能依靠人力爬山涉水地去其他城市背回来。 看着跋山涉水, 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了, 然而实际情况比这艰辛百倍不止。 山高路远自不必说, 墨托山通向外部的道路, 中间要经过许多悬崖, 比如巴龙悬崖路, 这里的道路最窄的地方只有30厘米宽。 而经过这里的墨托居民还往往需要背负着重物, 牵着骡子, 有的时候还会突然遇见暴雨, 在农耕里相当重要的骡子掉下悬崖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可是人们甚至都没有力气去惋惜, 他们只有集中精神走好下一步, 才能保证掉下去的不是自己。 在没有公路之前, 墨托县的居民不仅购买物品非常辛苦, 经济收入和外界还呈现了断层。 不过在公路修通之后, 墨托居民也积极开展新的产业, 首当其冲的就是茶叶。 凭借着极其良好的自然环境, 墨托的平均气温常年稳定在16摄氏度左右。 在对土壤的酸碱度进行测量之后, 人们惊喜地发现, 这里简直就是茶树生长的天堂。 相较于普通的农作物, 茶叶的经济效益可高很多。 茶叶可以经由墨托公路走向外界,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更有盼头了。 除了采茶青, 制茶叶, 当地还不断因地质疑探索茶旅融和发展。 在茶园, 不仅可以体验到采茶乐趣, 还可以观赏南加巴瓦峰, 雅鲁藏布江等景点。 同时抓住闻旅融和这一重点, 将墨托打造成美丽边城, 旅游名县, 生态强献。 今年一至九月, 墨托县的接待游客人次超过34.8万, 老百姓的收入也随之快速增长。 墨托公路的建成, 不仅给当地的茶旅融和产业带来新气象, 也给亚热带经济邻果种植带来新机遇。 墨托公路通车十年来, 带来的变化是随处可见的。 对于墨托人来说, 所有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路。 路修好了, 生活也就好了。 大家可以自驾车辆往返在墨托公路上, 更多的支线道路也从墨托县城延伸至各个偏远乡村。 无论是茶叶、竹边以及亚热带的水果等, 这些来自峡谷大山之间的墨托特色产品 也经由墨托公路走向外界。 公路一通天地宽, 墨托县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墨托公路的修程有效促进了当地特色农牧业、 旅游、商业等长足发展, 全面带动百姓增收致富。